下船走向岸上等待的居民 递送包裹完成任務 今年是安德利亞担任 博船郵差的第十三個年頭 小小的河道沿途都是熟悉的風景 他每天就這樣 誇獎行進長達八公里的路程 每週送出六百多封信件 及八十個重達三十一公斤的包裹 德國小鎮呂貝納住了一百四十九位居民 有六十五戶人家無法通過公路到達 德國郵局仍必須每天投遞信件 因此發展出這項流傳一百二十七年的水上送信文化 五十三歲的安德利亞 已在德國郵局工作了三十七年 早已對划船工作駕琴就熟 每年四到十月 安德利亞會在河道上當郵差 不論天氣如何都使命必達 到了冬天河道結冰後 他就會穿梭在連接村莊 各個小島的橋樑和樓梯 徒步數公里投遞郵件 牛塞邊送信邊和經過的遊客打招呼 送完信就休息一下與居民寒暄 每年春暖花開的日子 小鎮就迎來如此溫馨的景色 為當地生活增添不少人情味 同時新衛糧也變異